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our class. Before starting today's class, I'd like to share two jokes with you. My students sent them to me yesterday. Hope you will like them. First one. 有一天,土地公他去天庭跟仲仙开会. 土地公说,玉皇大帝, 为什么牵手观音他还没来呢? Do you guess what? 玉皇大帝说,因为他还在洗手. Next one. 在学校,教官要去找李鸿毅这位同学, 可是教官不知道他是哪一个班的, 所以他在走廊上随机遇到一个学生, 就问他说, 同学同学,李鸿毅是哪一班的? 学生就说,大帝金? 嗯? 为什么学生会这样回答呢? 你猜到了吗? 登登! 因为日本的冷气品牌呢,大金广告, 他是这样说的。 日本一帮大帝金。 啊,我知道。 They are probably dead jokes for you. 你们可能觉得这些都是个冷笑话吧? Just for fun. 只是在上课前呢, 跟各位同学轻松一下。 好,now let's begin today's class. 让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吧。 Today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me words and the usage of although and though. open your book, turn to page 88 and 89. There are 10 words on these two pages. 好,这一页,这两页呢,总共有十个单字啊。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老师让各位同学看一张图,就很清楚了。 Words in red circle are the vocabulary on these pages. 好,圈起来的呢,刚好是这两页里面, 有教到关于身体部位的单字啊。 好,let's start the vocabulary. head 呢,它指的是头部 as an accountable noun. 它是一个可属名词哦。 也可以表物体的顶部或开始的地方啊。 也可以表物体的顶部或开始的地方啊。 headache 是头痛。 它呢,是由刚刚head 这个字呢, 接着 surface ache A-C-H-E 所组成的。 可以用来指令人头痛的事, 或者是身体上面的头痛啊。 Next one, stomach ache. stomache good. stomache 呢,它跟刚刚headache 的字很接近。 它的组成方式是很接近的哦。 它由 stomach 跟一样, 从这个 ache 字尾所组成的一个单字。 所以 ache 有痛的意思。 next one fever. fever 指的是发烧。 所以发烧,我们常常会说 have a fever. 如果发高烧,我们可以说 have a high fever. running nose. running nose. 很好啊。 runny呢,这里指的就是一般感冒引起的流鼻涕。 再加上nose呢,就表示你感冒很不舒服, 一直在流鼻水啊。 所以我们会说,我一直流鼻水叫 I have a runny nose. knee. knee. knee呢,这里是膝盖的意思。 那这边有一个例句,同学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所谓的跪下来,跪在地板上呢。 我们可以说,went down, go down, on one's knees. 可以这样子来使用啊。 好,next one nail. nail. nail 这里是指甲的意思啊。 那老师这边呢,再补充两个跟nail有关的字给同学啊。 第一个就是手指甲,fingernail. nail再配上finger,我们下一个等一下会讲的单字, 那就是手指甲。 当然啦,再配上我们的脚toe, 就叫toenail,这就是脚指甲。 另外nail也有钉子的意思啊。 同学可以take notes on your book, 记得哦,老师边讲,你要边写重点在你的课本上啊。 next one,finger. finger,很好,finger指的是手指头啊。 那,一样它是一个可数名词哦。 这边呢,老师补充两个相关的片语给同学啊。 finger food,finger food指的就是用手指头, 我们可以用手直接抓着吃的一些小点心啊。 通常会用在派对上面。 下一个。 oh,point the finger at, point the finger at, 这里指的是指责某人。 像你要去指责别人不对的时候, 我们都会伸出我们的手指头哦。 所以point the finger at someone, 指责某个人。 next one, put my finger on, 所谓的put one's finger on something, 你呢,觉得哪里怪怪的, 我们会去把它指出来。 指出不对劲的地方, 就叫做put one's finger on something, 同学可以把这, 老师补充的这几个片语把它放在写在你的课本上面啊。 因为这几个都很常见, 而且它也很容易记忆, 所以老师希望同学你赶快把它做笔记抄在你的课本上。 next one neck, neck neck指的是脖子, 也是一样是一个可数名词。 那这边也有一个片语neck and neck, 这里指的是不相上下, 旗鼓相当, 不分宣制的意思啊。 好,另外neck也有1领领口的意思。 你看我们常常穿的衣服呢, 如果你穿的是V领的衣服, 我们可以说v neck t-shirt, v neck t-shirt,就可以这样子使用啊。 好,下一个, shoulder, shoulder, 很好,shoulder指的就是肩膀, 那通常它会搭配这些形容词, big, strong, narrow, or wide, 这里可以用来搭配肩膀这个词啊。 好,那一样, 这边有几个常见的片语, 鲤语, 提供给同学做参考哈。 第一个, give 什么人的co-shoulder, 你给人一个很冷落的肩膀, 是指不理他, 然后冷落某人啊。 所以, 这里, give somebody the cold shoulder, 冷落某个人, 不理某个人。 再来下一个, a shoulder to cry on, 指的是可以倾诉, 可以安慰, 寻求慰藉的对象啊。 就是, 可能你在伤心, 或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呢, 别人会提供你一些, 呃, 一个肩膀, 让你去休憩, 让你去哭泣, 这样子的意象啊。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两页的十个单字, 其实呢, 这十个单字呢, 对同学来讲, 老师相信一定是非常简单的, they are really quite simple, right? so, let's fill in the vocabulary together, ok? 好, 我们现在就一起, 来, 把这几个单字, 填到我们的例句里面, 好吗? number one, there are many colorful flowers on that model, 在那个模特儿的什么? 欸, 很好, 头上, 头还记得吗? 头, head, next one, every time, when I both call me on weekends, I had a, 哇, 老板在周末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都会, 头痛, 头痛啊, 头痛是什么? 对, have a headache, headache, next one, 哇, 我胃疼得厉害欸, 我胃痛得厉害, 胃痛, 所以就是have a bad stomachache, 很好, stomachache, 就是刚刚的headache, 还有stomach, 都是stomachache, 都是head, 跟stomach, 这个部位, 再配上字尾, eck, 然后所组成的字啊, 所以其实这还很好记忆, 同学可以把它记下来喔, next one, the next morning, she came down with, 欸, 发烧跟流鼻水啊, 发烧跟流鼻水, 所以发烧是vever, 流鼻水, 流鼻水是什么, 欸, runny nose, runny nose, 那这边同学可以注意一下, 这里有一个, 欸, come down with, 刚刚我们前面几题练习的, 是不是都是have, have a, 什么 have a, 什么这样子, 那这里呢, 也可以用come down with, 也可以用这样子的动词, 动词片语来表达, 所以同学也可以把它抄在你的课本旁边喔, 好, 接下来, 他在接力赛中伤到了膝盖, 膝盖, 好, 所以膝盖就是, 欸, 很好, nee, next one, 他的双手跟指甲都很干净, 好, 双手, hands, 还有指甲是什么, 欸, nails, 一样喔, 指甲不会只有一个, 所以要记得加s, 好, 这一题,哇, 一个好特别的字叫做, 绿手指喔, 绿手指, 绿手指, 所以就是green fingers, 绿手指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之前的课本都有教过, 绿手指指的就是什么, 他很擅长园艺啊, be good at planting, 他对于这些园艺的东西都非常擅长, 非常厉害啊, 好, 长颈鹿的脖子很长, 脖子脖子, 所以是什么, 欸, 欸, 很好, next, next, 好, 这些字, 喔, 还有一题, 不好意思啊, 这边呢, 第十题, 这里, many office ladies have, 她们都有什么, 肩膀不适的问题, 肩膀, 肩膀指的就是, 欸, 很好, shoulder, shoulder problem,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欸, vocabulary, 这十个, 这两页的, 全部的单字啊, 同学有没有觉得, 今天的单字, 其实很简单呢, 而且很多跟我们的身体部位, 还有我们生病的症状, 息息相关啊, 好, 跟着老师念一次喔, 从第一个开始, 是, head, headache, stomachic, fever, runny nose, knee, nail, finger, neck, shoulder, 好, 所以这些部位呢, 还有这些症状呢, 同学都可以把它记下来啊, 好, 接下来, 我们学了这些字, how do we use them, how do we use the vocabulary in a dialogue, 我们要怎么样子把这些字, 用在我们的对话里面呢? ok, turn to page 88, 你的课本八十八页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roadplay, 那在进行roadplay之前呢, 老师先请你标两个句子, number one, 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还有 number two, are you alright? are you alright? when you see your class, maybe you hear your classmates call, or maybe someone feels uncomfortable, so in that situation, you can say, how are you feeling? are you alright? 所以你可以在, 可能同学不舒服的时候, 或者是有人感冒咳嗽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问句来问他啊, 那这边课本提供了五张图, 那我们就来练习看看, 有这五个症状, 你可以来做一个回答, 好, 先跟老师repeat after me, ok? have a headache, have a sore throat, have a stomachache, have a fever, have a runny nose, 很好, 等一下呢, 那为了加深同学的印象, 等一下这五张图呢, 他会随机不见, 他会随机一张不见, 那请同学回答老师哦, 或者是你就在家里, 自己大声念出来, which picture is missing? 哪一个图片不见了, 然后那个图片里面, 是什么样子的身体症状? Are you ready? ok What is missing? good have a headache, what does a headache mean? ah,头痛 next one, which is missing? good have a runny nose, what does a runny nose mean? yeah,good next one, which one is missing? good have a sore throat ah next one which is missing? ah have a fever have a fever next one which is missing? good have a stomachache have a stomachache oh,which two are missing? which two are missing? do you remember? ok have a stomachache and have a fever so, let's do the role play on your page 88 我们现在呢 要一起来做 八十八页上面的 role play ok first one 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not very well 我感冒了不舒服 不是很舒服 not very well 流鼻水 而且很痛啊 我的鼻子很痛啊 next one how are you feeling? not very well I have a good sore throat it hurts and next one are you alright? no I feel sick I have good I have a headache how next one are you alright? no I feel sick I have a stomachache enghao next one ok so this is the role play of page 88 这些是八十八页的练习啊 都是关于身体不适症状 还有有两个问句 老师刚刚一开始有请你 特别把它框起来的问句啊 就是问人家 how are you feeling? 还有are you alright? 那你可以怎么回答 not very well no I feel sick 这样子的问法 然后再表达你身体上面是哪里的不舒服啊 let's turn to page 89 好 当然除了身体上面的不适 我们有时候也会受伤 对不对?sometimes maybe we will get hurt at school and what will you do? 那你如果再需要受伤了 你会怎么做啊? 好 一样 老师要先请你把两个问句框起来啊 第三句 what's the matter? 还有第四句 what's wrong with you? 这两句都是问人家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看起来很不舒服 还是你看起来哪里不对劲 这样子啊 所以请你把这两句都先把它框起来啊 好 一样 这一页提供了六个图 这一页提供了六张图喔 好 Please tell me what's wrong with the picture 1 第一张图最左边的那一张 他哪里受伤了 哪里受伤了 欸很好 heard wants knee 膝盖受伤了对不对 maybe he has a PE class or a relay race 然后膝盖就受伤了 好 the middle picture is break one's knee 对他的指甲可能不小心裂掉了受伤了 and the right one picture is 他被东西砸到了对不对 好 heard wants head 好有膝盖受伤 指甲受伤还有头受伤啊 那这边呢老师也提供了 这几个动词的过去式给同学 顺便回忆复习参考一下啊 you hurt hurt break broke heard hurt okay now let's do the practice 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boy I good I hurt my knee 啊 我受伤了 我的膝盖受伤了 that's too bad you should go see your doctor 你该赶快去看医生哦 next one 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woman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woman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woman I broke my nail 我不小心把我的指甲怎样弄断了 弄断了 弄断了啊 他说 wow that's too bad you should go see your doctor next one what's the matter heard I good I hurt my head you should go see a doctor 一样啊 所以呢 這裡 這三題呢 都在練習what's the matter 好 接下來還有三個圖對不對 the left one what's wrong with the woman 他怎麼了 對 一看就知道了 哇 cut one's finger 他不小心切到了自己的手對不對 and what's wrong with the boy in the middle hurt his neck 哇 他幹嘛 對他不小心傷到他的脖子了對不對 and the right one hurt one's shoulder he played basketball and he hurt he hurt her shoulder 他不小心傷到了他的什麼 肩膀 所以一樣 我們現在要用句型四呢 來做這三張圖的練習 順便提醒同學 這三個動詞的過去式啊 好 cut cut 過去式也一樣 hurt hurt也是 還有 最後一題也是hurt hurt 好 let's do the practice together question 4 what's wrong with what's wrong with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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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 finger I cut it during the PE class 對 我不小心在上課的時候 切到了我的手哈 好 and what's wrong with your neck 脖子你脖子怎麼了 I heard it 很好 下一個 what's wrong with your shoulder shoulder I heard it 好 所以呢 以下這三題 都是在練習第四種句型啊 所以這邊呢 老師在幫同學統整一下 我們這裡就在問他人的感覺 還有你要怎麼回答 你問別人 可能是身體上面的不舒服 我們也可以說 how are you feeling are you alright 那你可以回答 not very well I have a 你有什麼樣子的症狀 什麼樣子的不舒服 如果你覺得很好 你也可以直接說good 這樣子也可以啊 那或者是像我們八十九月練習的 問人家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了 你可以用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what's wrong with you 還有甚至第三個 是老師這邊在補充給各位同學的 what happened to you 你發生什麼事了 那你就直接回答 我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剛剛在我們的圖片對話裡面 有練習了幾個相關的片語 相關的動詞片語 所以同學就可以把它運用上去 好到這邊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進行到下一個部分囉 好那等一下呢 要請同學翻到 page 93 翻到93頁 我們這一節課呢 還要先上一下 來talk about usage of although and though 我們會來上一下 講一下 although 跟 though 的用法 好 although 跟 though 呢 它叫做從屬連接詞 那在上這個從屬連接詞之前呢 同學還記得嗎 其實我們已經學過了好幾個從屬連接詞喔 所以老師呢 先來問問看你 還記不記得這些從屬連接詞 它的用法還有它的意義 好來第一個 because because呢 很簡單 它在我們的第二次第六課 就出現過了 那這課在講什麼呢 Do you remember the dialogue or the reading in UNITICS 他在講 Zach 呢 去印度拜訪他的阿姨 然後跟他阿姨呢 可能有一起去參觀了太基馬哈林 還有一起去看球賽 還有入境隨俗 然後知道了印度的一些交通方式 還有他們的飲食方式 可能用手抓食物啦 還有他們是坐嘟嘟車 然後交通比較繁忙 比較少開車 還有太基馬哈林的故事 好希望同學都還記得這一課的課文喔 那回到我們的 because 的用法 其實看到 because 你就會想到什麼 so 對非常好喔 那同學要記住 because 跟 so 呢 是不可以出現在同一個句子裡面的 這應該沒有問題喔 同學應該都記得喔 好 所以 because 呢 它的從屬連結是表原因 它是表一種因果關係 因為怎麼樣 所以怎麼樣 像老師現在放出來的例句 因為下雨所以 Ryan 沒有辦法來 because it's raining Ryan can't come 所以就是表原因的句子 那 so 是所以它是表結果的句子啊 所以 so 這邊提醒同學 你只可以放在句中 前面要加 do 號 那有 because 就不會出現 so either because or so 所以不要兩個連用喔 那這邊第二點 也請同學特別注意 它的前面呢可以加 only 還有再加個 just 來加強語氣啊 好 接著同學還記得 接下來我們學過的從屬連結詞有哪個嗎 and when after before 好 這在哪一刻出現 yeah book 3 you need to 它在第三側的第二課有出現喔 這一課呢是 you learn about game design after you join the club 這一課主要呢是在跟同學介紹 欸 如何選擇社團 他們對於選擇社團感到 比較當時還沒有辦法決定 所以呢有人先去魔術社體驗 有人想要參加科學社等等啊 所以就出現了這個 when after before 的用法 那這邊呢 when after before 它最主要的意義是用來表示一種 對 時間 就是表示一種順序 那也就是說 當你的主要句是未來式的時候呢 你的從屬子句要用現在式代替未來式 那有些同學可能會覺得很困惑 什麼是主要句什麼是從屬句呢 等一下老師呢也會在後面做一個說明啊 那這邊第二點也請同學再提醒一下 before after 跟 until 呢 它另外也可以當介系詞啊 然後後面要接一個名詞 所以這邊也提供了這個額外補充的重點給同學啊 所以你可以在課本上面把它抄下來 剛剛介紹的 because 還有現在講的 when after before 還有一個從屬連接詞 其實同學剛剛才學完 do you know which edit 你知道是哪一個從屬連接詞嗎 其實就在前一次的月考裡面 才剛剛教過這個從屬連接詞喔 就是 if 非常好 if 它是表條件的從屬連接詞啊 所以呢它是一種 當如果你是在假設說會怎麼樣 一樣如果會怎麼樣的時候呢 一樣你的從屬指句用現在式來代替未來式啊 就像老師現在這裡的舉例 如果牛奶在特價我就會買一些 I will buy some milk if it's on sale 如果牛奶特價我就會買 所以你要用現在式 it 然後主要句 主要句就是未來式 will 我會買 第二點這邊一樣 在 if 的前面我們可以加一個 only 來加強語氣啊 好以上這三大項 是我們目前為止學到過的從屬連接詞 到這邊應該沒有問題吧 那同學還記得 因為這第四課才剛剛前一次斷考才剛教完啊 那在第四課裡面 課本裡面用到的 if 是什麼 對 如果 if the typhoon becomes stronger we won't go to school tomorrow 如果颱風變強了 我們明天就不用去上學了 還記得嗎 好 這個是 110 年就是今年的國中教育會考題目喔 裡面第九題它就出現了 if 的用法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 b 因為 and 連接兩個對等的 都是原型動詞啊 那雖然這題不是考 if 老師特別抓出來讓同學知道 原來 if 是這樣子 會出現在這樣子考題裡面啊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看到 although 的部分 although 就是課本 93 頁 我們這一課所要學的從屬連接詞啊 那 第一個 although 跟 though 它是一樣的 但是 though 比較常出現在口語中 那這邊 老師在教單字的時候 就有特別提醒同學啊 although 跟 but 不可以出現在同一個句子裡面 就跟剛剛哪一個連接 從屬連接詞很像 對 because 跟 so 也是這樣對不對 好 那你看看老師現在 提供給你的例句 although 跟 though 是用來表示一種 什麼樣子的狀態呢 雖然它對你很糟糕 它還是你的父親 雖然食物看起來很好吃 我還是不想吃 所以它是什麼樣子的屬性 有一種對比 有一種讓步的語意 含義在裡面啊 好 這個呢 就是今年 剛剛是第九題 這是第十題 今年教育會考出現的題目喔 Jimmy would not get up for breakfast although his dad had already tried to pull him from his bed several times 這一題的答案是 a although Jimmy不想起床吃早餐 雖然他的爸爸已經 幫他把他從床上拉起來 叫起來好幾次了啊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就要選 a although 好所以呢 現在老師把這幾個 這幾個從屬連接詞 放在這邊給同學稍微快速看一下 那你要看什麼呢 你會發現這些從屬連接詞有一些共同性 有什麼樣子的共同性 你有沒有發現 所謂的共同性就是你去看那個字 是有其他顏色被強調 用其他顏色的地方 它有什麼共同性 你發現了嗎 對 非常好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的位置 他們書寫的位置不是聚首就是聚中 聚首跟聚中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位置的重點 它可以放聚首或聚中 但是你放聚首的時候 中間要加 though 點 有沒有 就像現在老師幫你框起來的地方 而且 although 跟 but 不可以同時出現 接著 though 雖然跟 although 是一樣的 意思 在課本裡面它是可以互換的 但是這邊也讓同學知道 他比較 though 是比較常在口語前面使用 那 though 的話前面可以加 even even though 有即時的意思 但是 even 不可以放在 although 的前面喔 好 現在你可以在你課本的下方 看到有這些練習題 那其實它很簡單 現在有兩個句子 然後課本已經幫你寫好了前半段 或者是後半段 他希望你把另外一半填進去 那第三題的話就是整句讓你來改寫 所以這邊呢 老師希望你能夠自己真的動筆寫寫看 至少你可以先把 although 加進去 看看要加在哪裡 然後先用個記號 把剩下要寫的字把它拉進去 你在課後的時候再把它補上去就好了 好 所以第一題是 although he was coughing 第二題 although 在聚首 在聚首記得要大寫 然後記得要加標點符號啊 第三題覺得哪一個是從屬子句 哪一個是主要句 從屬子句就是 although 它所帶出來的句子 就叫從屬子句啊 主要句就是這句話我主要要表達的是什麼 好 對 前面是第一 後面是第二 所謂的第一就是 although 帶的從屬子句 那 Samuel 這邊是主要句 Samuel 不帶閃 不用閃 即使下雨他也不用啊 好 那在課本的下半部呢 這裡有一個 sentence relate sentence relate 是 他這四句是有情境的 他是一直堆疊上去的 那最後希望同學來寫寫看 這一句有什麼樣子的答案可以放進去 第一句是說 雖然他今天出門的時候很早 可是還是遲到了 遲到之後老師沒有生氣 雖然老師沒有生氣 老師叫他去掃地 那雖然他要去掃地 那做什麼事 你覺得後面這裡可以加入什麼樣子的 什麼樣子的表達 很適合 好 那老師這邊呢 給你的答案是參考用的 所以你可以參考看看 Although she had me sweep the floor All of my friends help me 我的全部朋友 我的全部同學 都來幫我這件事情 那同學當然如果你有別的答案 也可以啊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自己 把它寫上去 好 現在我們來做練習看看喔 老師這邊有放了幾個題目 我們一起來做做看 Question 1 Kevin doesn't feel tired He only slept for two hours last night 這裡適合選哪一個呢 他是表一種什麼 對比的關係對不對 昨天只睡兩個小時 卻不覺得累 所以第一題你要選 A although 第二題 Joe looks strong In fact he gets sick easily 很壯 然後又很容易生病 也是一種什麼 也是一種對比的感覺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要選 A although 他放在聚首啊 他放在聚首 而且這裡用的是一個分號 然後這是97年的基測題目喔 再來第三題 應該要選什麼呢 不擅長烹飪 很努力學 所以一樣 也是一個什麼 對比的語氣 口吻 所以這一題要選 Be although 好 那現在這邊呢 老師希望你可以翻到你的課本 26頁的地方 你的席座 席座26頁的地方 好 那這邊呢 在H 大題呢 有一個練習 有一個Max Sentences 就是希望你能夠合併句子 用 Although 來造句 好 那因為這個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老師這邊會稍微停頓一下 然後讓你來做個練習看看 好來第一題喔 Anne was under the weather Anne still went to school Anne呢 身體不舒服 可是他還是去上學了 所以這裡呢 你可以來寫寫看 他改出來會是什麼樣子呢 好 所以呢 第一個我們剛剛講了 一就是跟著 Although 的 從屬指句 然後 二 就是我們這一句 所要表達的主要句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會是 Although Anne was under the weather She still went to school 好 還有一題啊 這裡 Although 放在句首 所以你記得要加豆號 從屬指句寫完 這邊要記得加個豆號喔 好 第二題 Garry didn't get any better Garry took some medicine Garry 呢沒有比較好 Garry 吃了一些藥 好 一樣 同學你可以試著先標標看 哪個是一 哪個是二 一呢就是從屬指句帶出來的 從屬連接詞帶出來的從屬指句 那二呢就是我們這一句話 所要表達的主要句 或者是你可以先把這兩句都念念看 把雖然或者是但是加進去 看看怎麼樣子念 才是比較和邏輯比較順暢的 就是那樣子來造句 來寫答案 好 沒有問題的話 對 後面是一 就是從屬指句 跟著連接詞的從屬指句 前面是二 好 來 這一題的答案就是 Garry didn't get any better although 或是 though he took some medicine 也就是 他沒有比較好耶 即使他吃了一些藥之後 還是沒有比較舒服啊 好 一樣 這裡的 although 跟 though 我們是放在句中 放在句中的時候 就不用加標點符號 這邊再提醒同學一下 好 Let's have the class review 好 就到了最後我們要 回顧我們今天這堂課的時候囉 這堂課呢 我們前面教了什麼 Usage of theme words and phrases on page 88 and page 89 我們教了 88 頁跟 89 頁 我們有教了十個主題字 有五個 是八十八頁用來表達我們身體上面的不是 然後 後面有五個是用來表達 我們可能身體哪個不會受傷了 然後應該怎麼表達 還有那時候有 老師有畫四個句子 同學不知道還記得嗎 問人家說 你感覺如何 要怎麼問呢 你感覺如何 要怎麼問 How are you feeling 很好 還有呢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要怎麼問呢 Are you alright Are you alright 很好 那如果你要回答 看你是哪裡不舒服 你就直接回答人家 假設是頭痛 就回答 I have a headache 如果是流鼻水 你就說 I have a runny nose 好 那八十九月的部分呢 就教了 問人家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可以怎麼說呢 你還記得嗎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還有 What's wrong with you 很好啊 可以問人家 What's the matter What's wrong 還有 剛剛老師有補充第三個 What happened 你怎麼了 你發生什麼事了 那你可以回答人家怎麼 你可以說 What's wrong with your knee 你的膝蓋怎麼了 I heard it in PE class 我在體育課的時候受傷了 或是你可以說 What's wrong with Amy 那 She cut her finger in a cooking class 他在烹飪課的時候 不小心切傷手了 或者是 What's wrong with Javy He hurt his neck 他 When taking a nape 有可能他五歲的時候 不小心扭到脖子了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問問題還有回答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學到的是 Usage of although 跟 though 所以 加上這一課的 重屬連接詞 你還記得 我們總共學了 哪些重屬連接詞嗎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很好 because because 還有so 他在我們的第二次 就出現過了 對不對 because and so won't be in the same sentences 他不會同時出現在句子裡面 either because or so 你不是選because 就是選so 他是表因果關係啊 好 number two is 第二組 重屬連接詞是 有when after before 好 when after before 他是用來表示一種什麼 時間 一種順序 例如 我上學前 吃早餐 我上學前 在家吃早餐 那你要怎麼講呢 上學前 這個跟著 重屬連接詞的就是 重屬子句嘛 所以上學前 before I go to school 我吃早餐 I had breakfast at home 或是說 吃完飯後我刷牙 吃完飯後我刷牙 after 所以刷牙就是主要句 重屬連接詞 after 代的就叫做重屬子句 還有when的用法 對不對 當爸爸回來的時候 我正在寫功課 我正在寫功課 I was doing my homework when dad came home 爸爸回家的時候 我正在寫功課 所以這三個也是重屬連接詞 表時間先後順序的 第三組呢 就是第四課剛剛教過的 if if 是當如果 如果怎麼樣就怎麼樣 所以這裡的如果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的重屬子句 就要用現在式 你的主要句會用未來式 好 課本的剛剛老師舉例過 如果明天下雨 我們就不去看電影了 如果明天下雨 我們就不去看電影 如果明天下雨 if it rains tomorrow if it rains tomorrow we want to go to school 我們明天 we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we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我們就不去看電影了 所以這就是一種 比較條件的 一幅重屬子句 那第四種 當然就是我們這一課學的 although 跟 though 它是表達一種什麼 對比一種讓步 的這種重屬子句啊 那一樣 雖然怎麼樣 怎麼樣 但是怎麼樣 雖然 他的英文不太好 但是他很努力 在準備考試 although his English is poor he study hard very often 他呢很努力的在準備 he prepared for the test hard 他呢很用功很努力的 準備了這個考試 所以呢 上面呢 就是我們這一堂課 教的 themed words 還有 although 跟 though 的用法 好 我們今天的課 就到這裡囉 是最後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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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課題 我希望你喜歡 這個課題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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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好嗎 我來講 我們 的意思是 是